大家好,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漫散温尼伯 特别多的人好奇我在加拿大是干什么的 也好奇我在国内是干什么的 我在加拿大干的这个工作到底能不能养得了家 今天有时间我就给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吧 首先来说说我在国内是干什么的吧 我在湖南工业大学上了四年 学的是动画设计 一毕业就去广州了 本来想着在广州找一个有关于动画的工作 可是了解了一下国内动画的市场 主要就是薪资怎么样了 觉得提升不是太大也比较难 一人决然的就选择了电商设计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美工了 第一家公司就是进了一家第三方公司 这家工资工资不高 但是在我技术成长是特别快的 因为他们接的都是大品牌 还有加上加班 在专业提升上市也是比较好的 在这个公司待了九个月吧 感觉没有加班费 天天要加班 还有薪资提升太慢太慢了 所以说我就辞职了 直接去了一个甲方公司 第二家公司是做服饰的 那几年淘宝天王还是比较火的 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拿到八千多吧 再加上加班费 还有管吃 在大学毕业第二年 有这个待遇还是比较不错的了 为什么从这家公司离职呢 因为这家公司的营业额也不是太大 还有它的员工也不是太多 晋升啊 学习机会也不是太多 所以说我直接就从这家公司直接辞职了 第三家公司 我直接面试的是品牌设计主管 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给页面进行改版 把握整体店铺视觉 优化产品视觉 大活动页面框架 在薪资上也有了更大的提升 加班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了 因为我把握住整个店铺的视觉就OK了 当时我这要出来的时候 我公司要给我股份的 但是经过研究还是放弃了 因为我考虑了几点 第一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在广州买房了 以我和我老婆的工资水平来说的话 在广州买房还是比较难的 更别说学区房了 因为也结冲好几年了 也打算要小孩了 所以说就考虑要买房了 可是好巧不巧的 在国内有个限购 之前是缴慢三年社保就可以买房了 就在2018年我们要出来的那一年 直接把社保三年改成五年了 又往后面延长了两年 两年房价会突飞猛进的涨 这个也出示我们要出来的原因了 这就是我在国内的工作经历吧 来到加拿大 直接找了一个帮助的工作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不找设计工作呢 第一个因为语言没有优势 第二个也没有这边学历 和这边的工作经验 第三个就是这边的就业市场了 实在是太难找了 太难找了 我们的目的就是来文尼伯 就是为了移民 所以说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直接就想着找个工作 只要有份工作 工作半年就可以提交省地面了 有个帮助的机会 那就干呗 工资是非常非常低的 曼省最低工资是11块9 有很多人都是拿了这个最低工资 我也是在这个里面 你们肯定会问我 就那么点工资 能养活得了你们两个吗 那就说到来文尼伯的困难之处了 第一个你要花点国内的积蓄 可是我们国内又没什么积蓄 那就猛着上班呗 一个小时工资低 那就多上 帮助的话也就那么几个小时 因为我和另一个人是排班值的 所以说为了多挣点钱 那就去刷碗呗 干完帮助紧接着去刷碗 你们可不要想着 这边有洗碗机 直接扔进去就可以了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华人餐厅的话油比较大 所以说你得把那些残渣给都弄掉 再进洗碗机的 当时一周可以上到五六十个小时 就等于每天的话八九个小时的吧 在这边干活的话不像在国内 你可以磨洋工 这边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 其实苦点累点不算啥 关键的来了 隔行如隔山 我之前是在国内是做设计的 来了这边干帮助 是真心没干过 从零开始各种出问题 先来说说配菜吧 要寄每个菜品多少克 多少量去配它 还要寄每个材料放到哪个位置 不夸张的说 一个店铺七八种辣椒 你自己都能搞懵天天都是晕晕乎乎的状态 那时候压力太大太大了 就害怕干不好 被开了怎么办 因为只有一年的配偶工签 所以说一定要把握好这一年的时间 而不夸张的说 晚上都是在备菜单的 前半年有想过要回去 你们要是来了肯定会经历这个时间段 因为会想为什么千里迢迢来折腾自己 在国内不好嘛 生活的也没那么差 我告诉很多人说 这个心理落差非常非常大 也有很多人说我不怕 不怕吃苦的 但是那种心理落差 是很多人很难挺过来的 因为很多人都是说说而已 当你干上的时候 真的是那种滋味只有自己干过了之后 才能了解 这种路只有自己去经历 像学签的话 每周可以打工20个小时 是校外打工哦 所以说我老婆为了贴补家用 就每周去干兼职 就这样 虽然挣的不多 我们就算挺过来了 那就具体来说说心理落差吧 第一个心理落差 就是生活环境的心理落差 从国内过来的一般都是北上国 还有深圳这些大城市 像娱乐活动啊 比较多啊 干什么甚至也非常便利 各种商场过 像我今天来的就是奥特莱斯 温尼波奥特莱斯很小很小 也就那几个品牌 也没有什么超大牌 就像从一线城市 到了一个小县城 第二个就是说的今天的主题来 就是工作上的落差 也许你年龄比我大 就是在国内工作了有多长时间了 也有一定的行业地位了 不用那么的吃苦 但是你要是来到这儿 没有点资本 像钱啊 还有语言沟通能力 那你只有干体力活 最后干体力活的话 可不是一两天的事 有可能你要干两到三年的时间 有可能更长时间 就是为了拿那个身份 有可能你在国内是大老板 有可能你在国内是三甲医院的医生 也有可能你在国内是老师 可是你来了这边 你有可能你就干上流水签工人了 有可能你就干上刷碗子了 也有可能你就干上服务员了 这个毫不夸张 所以说这种心理流差 一定要解锁得了 不然来了之后白折腾 真的是白折腾 又花时间又花钱的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点建议吧 第一个做好父母的心理建设 我妈就常说 还不如不供你上学的 把你供到大学 突然出国了 因为的确 没有在国内方便 照顾父母这方面 像我们三年也就没回去了 父母可以不支持 但不要反对 要是反对的话 对你们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障碍 第二个就是 你和你爱的人的统一目标 这条移民路非常非常的难 也许你有些觉得不难 不过我是针对那些平民百姓的 这条路需要你们两个人 一起去坚持的 我怕你们两个人一起放弃 就怕你们一方放弃 要是其中一方放弃的话 非常非常的麻烦 有可能一个在国内 一个在这边 到最后结局就分开了 第三个就是清除之类的目的 来问你不为了移民 还是为了什么 来到加拿大为了生活 还是为了什么 你要是有钱来这度个假 不想那方面的吃苦啊什么的 那就是只是度个假 你要是说为了移民 那就要排除万难去做这个事了 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 遇到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中间你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有可能你在这条路比别人都难 也有可能你在这条路上比较轻松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一点就是想告诉大家 拿到身份只是开始 后面路还很长 生活总是要继续 挣钱养家养孩子 这些在哪里都逃不过的 哪里都有压力 只是说这边的医疗和教育是免费的 你要是想让孩子上私利的话 那就要自费 这个钱也不是小数目 所以说就看你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了 这就是我在加拿大和在国内的工作历程吧 希望对你们有用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 也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